我都不希望 台灣當香港2.0 我們有自己的軍隊 自己的政權 我們有什麼好怕 搶我的國旗 我不會讓他搶啊 他如果真的搶起來的話 我就讓他槓起來 我就讓他搶啊 小朋友只會要巧克力 要國旗啊 我們要的是自由民主 我覺得小粉紅都很老材 一是無法理喻 二是我覺得 這樣做很丟中國人的臉 可能他們只是搏眼球而已 我有一些關注度之類的 最近小粉紅搶在國際賽事 搶台灣的國旗 代表台灣的海報 或是要求台灣業者 掛中國五星旗 日前在西門町 也發生小粉紅搶港人旗幟的衝突 對於小粉紅寂靜的行為 民眾怎麼看 丟戲力來共 當天10月1號 我在現場 我就把那個 小粉紅的樣子拍下來 有一位移民局的官員在這 然後就根據台灣的一些 相關的法律 然後就把他們驅趕 我都不希望台灣當香港2.0 在西門町鬧的那個 哇 我覺得看了就很開心 請他回去中國 這樣就對了 這些粉紅的一些作為 只是會讓世界 更加討厭中國人而已 他們中國人 我覺得他們很可憐 在他們的這種 制式教育底下 他們不知道 自己身處何處 我想他都快變成義和團式的 義和團出現 就表示 滅亡的深造 我要感謝那對中國 紅了沒有 是怎樣 他還要讓我知道中國人的 組織就是這麼厲害 公民政黨的 把他的機子疼 這是什麼意思 你是因為選團說 中國就是祖國嗎 我是覺得 對他們被驅逐出境 蠻意外的 但是他們會搶別人騎子 我倒是不意外啊 你是說我被搶騎子嗎 就搶回來啊 自己的東西和權力都要捍衛 我覺得這就是他們表現 他們可能比較不文明的地方 可能他們自己沒有走出來 就是一直以為 就是台灣就是他們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樣子做很不禮貌 外國人看來 中國人的很多負面評價 都是因為中國這些遊客 在外面 因為一些 就是從小到大被洗腦 強行灌壓的一些政治性因素 導致他們做出了很多不文明的行為 我覺得小粉紅都很腦殘 一是無法理喻 二是我覺得 這樣做很丟中國人的理 搶我的國旗 我不會讓他搶啊 他如果真的搶起來的話 我就跟他槓起來啊 這樣這個就對他們來講 他們覺得很神奇 耶 中華民國萬歲 我覺得這就是不文明的想法 他可以來跟說 你們覺得中華民國是國家嗎 你們覺得你們台灣是大陸的嗎 如果他用很文明的方式 去跟我們理性討論 都是OK的 各自有各自的國家 各自有各自的國旗 他們搶可能他們的教育 就是這樣啊 我們不能認同說 他們搶我們的國旗 因為我們還是 在國際上還是有 有 有一點地位吧 可能他們只是 搏眼球而已 就是 為了一些關注度之類的 不關他搶啊 反正 我覺得人類 也有很多人 還是小朋友的階段 不用跟他們計較 大人啊 大人有大量啊 小朋友只會要巧克力 要國旗啊 我們要的是自由民主 可是 你們在號碼上面 在場外 或是什麼 就是跟台灣有關 是會被捕 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我覺得一切都自然就好了 我們本來就是很棒的民主啊 不用擔心那些小小的那種 事件或是每個人所表達出來那種 蠻橫的方式 因為他們也有表達的方式 有時候人類的層次就像小朋友 那我們也許比較大一點點 那我們大人本來就應該照顧小朋友 對不對 不用擔心 我覺得上帝都有在探 我們有自己的軍隊 自己的政權 我們有什麼好怕 我們不像說 像香港回歸中國 他們沒有軍隊啊 我們沒有什麼好怕的 我覺得這個是當然是不被允許啦 不被贊成的啦 不過以文明的國家來說 這是民主發展 本來就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這個難免會 就是會吵吵架嘛 那我們是用平常心去看待就好 我的想法 就是說 其實我很不喜歡看政治的新聞啦 可是 這些小插曲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人民不管任何一個國家人民 都應該要彼此尊重 不管你是所謂 你覺得你是強國 我們是弱國 什麼都一樣 因為我覺得我們都是 人跟人之間都要彼此的尊重 不要有衝突 因為我們的歷史事件告訴我們 很多的事件都是可能 人跟人之間的衝突 而引發了更大更大的衝突 這是我們最不願意熱見的 我是畫台灣的形狀 然後寫著中文的台灣加油 在被搶之前有保全來關心我 他問我說這個是可以的嗎 不過沒多久就還是舉著海報 站在比較底下一點點的位置 就有一位身穿粉紅衣的男子 躺在我面前當著海報 後面他就來把我的海報搶走了 這件事情很難過 但是我覺得可以讓世界 跟在看比賽的人也真的是看到 像全世界看到說 台灣會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我一開始開場嘛 我就把旗子交給主辦 讓他們去把旗子立上去 然後過了一陣子 我就突然看到我們旗子在晃 然後就遠遠的看到 三個中國隊的在拔我們旗子 然後我就衝過去嘛 衝過去喊他們 我跑道的時候只剩下一個人而已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叫他把旗子交回來給我這樣子 給我以後我就馬上告訴主辦說 他們把我的旗子撤下來 那主辦就馬上請人再立回去 而且我派人去守我們的旗子 是一個中國酒店 是一個台灣人 對不起,我不想去 怎麼可能我有中國過錢 你今天帶著旗子的 你不可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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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是我的媽媽 對啊,我也覺得是故意的 一個國家拒絕 挖一個國氣 就是因為 討厭這個國家 討厭這個國家 巴黎藏入酒店 沒拐五星期 中國網紅怒不住了 照惡律驅亂反撲真相 事情是這樣 我們在網上訂的 法國巴黎的這家 長榮桂關酒店入住之後 我們發現這家酒店 掛了奧運參賽國家的國旗 但是沒有掛中國的國旗 中文嘛 這怎麼可能 這個都是 他故意開始忘記了 這個有點不甜 你問問他嗎 這是中國酒店 它是台灣 台灣 台灣酒店 對,它是台灣 台灣不是中國嗎 那他都是台灣的 他怎麼可能沒有中國國旗嘛 你們是怎麼 不想掛他去 我們酒店有權決定 我們要如何 布置我們的酒店 中國國旗 那我就是很抱歉 我只有一個訴求 就是能不能把我們國家的國旗掛 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要拆掉 我們真的要拆掉 這次你們的態度 把我 嗯 是 而且我覺得 這個酒店是長榮的長榮 真的 因為身為它是一個僱主 我們是這個旅館的所有人 我們可以怎麼樣決定 我們要怎麼掛 你可以掛國旗 可以不掛國旗 你現在要玩什麼 破壞啊 這就是 今天是中國國旗 也不允許有這種激烈 你今天要花下來 喂 你不走啊 你不要動 放丁啊 你幹嘛動我 你不要動一下 動一下 你幹嘛動我 我都變了 你不開啊 你不要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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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動我 誰要去動我 我不是要動我 你不要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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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為什麼破壞我的東西 今天是中國國慶節 我不允許有這種激烈 今天只要花香 喂 不要動手啊 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你不要動手 現在是你動手 你不要動人家動機 你不要動人家動機 我不要動我 我叫你離開啊 你不要幫我幫你 全部來搞出我們的東西 全國是中國的 你不要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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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香港目前的狀況 我就 以我的歷史 我都不希望台灣當香港2.0 我在香港反送中的時候被逮捕了9次 然後坐牢兩次 我還被國安局逮捕過 因為出版印刷了一些書本 台灣政府有幫我們這些被禁的香港人留下來 而且蔡英文有一個總統令 說就是反送中背景的香港人 都不可以遣返回香港、澳門或者大陸 雖然我現在還沒有身份證 還沒有居留證 但是我覺得在一個自由的國度就不一樣 因為對我來說 不是香港和台灣的生活的對比 是監獄和台灣生活的對比 distintos 三次 四次 從此 四次 三次 四次